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前朝遗孤 想办法抢回皇位的故事 朱温进攻皇朝灭了李氏皇帝一家 成为新的朱氏皇朝皇帝 李氏一家只剩下第十个小儿子 也就是男主角李星云梅史 跟一个忠诚隐姓买名流浪过日子 某天在路上遇到朱温成立的暗杀组织 玄冥教 里面的总经理孟婆派来的两个手下叫黑白无常 正在追杀一个家丁陆吉 想要逼他说出前朝李氏皇帝以前成立 但现在已经解散了 暗杀组织不良人的成员陆又杰的下落 因为陆又杰手上听说握有 可以开启秘密宝藏的宝剑龙权剑 这些宝藏多到会影响谁能当皇帝 黑白无常追杀陆吉时 刚好被男主角跟忠诚看到 接着忠诚带着男主角在城里喝茶时 被陆又杰看到忠诚拿了陆吉的钱袋 追问一下得知状况 忠诚也认出了陆又杰的身份 于是希望他能收男主角为徒 此时黑白无常又跟了过来 秒杀了陆又杰跟忠诚 哇靠那么费还敢出来走跳江湖 而同样也是不良人的杨淑子 登场救人 打跑黑白无常 并受脱收陆又杰的女儿陆凌轩 跟男主角为徒 然后一下就过了八年 男主角跟陆凌轩都长大了 某天杨淑子派两个徒弟 送信去藏兵谷 接着男主角就跟师妹陆凌轩出发了 然后这个故事就被做成手游了 故事就结束了 骗你的 他们在路上遇到玄明教的杀手 跟江湖上另一个暗杀组织 幻音坊的老大女帝 派出来的手下姬如雪 双方正在抢超好吃火灵汁 男主角救了重伤的姬如雪 并拿火灵汁救他 救醒后他就走了 此时玄明教的黑白无常 赶来支援跟男主角对打一下后 男主角就重伤跑了 躲到了城里的客栈 运气疗伤 但需要糯米本人的协助 于是请师妹去帮忙买 陆凌轩在外购买时 遇到江湖上另一个暗杀组织 通文馆馆主的义职 偷偷跑出来鬼混喝醉的张子凡 张子凡意外的武功高强 误打误撞的帮忙 治好了男主角 此时黑白无常 认出男主角的身份 估计男主角的师父 就是不良人的杨叔子 那时陆佑杰死后 龙泉剑应该就转交到他的手上 于是玄明教又派了手下 一大五号宗的五号眼王 来抓男主角想逼问状况 结果打不过张子凡 所以就撤退了 男主角们回到客栈休养 遇到两个不知道是干嘛 但武功超强的仇女 叫清国清晨 他们爱上了张子凡 一直缠着他 于是几个人就在客栈 快乐的喝着酒 晚上睡觉时 男主角想起 从小杨叔子 其实都不教他武功 是有个铁面人 一直偷偷教他武功 不晓得这个铁面人到底是谁 隔天男主角继续出发去长兵谷 路上在客栈休息时 遇到了不知道是谁 其实是长兵谷派来接应的人邀 客栈忽然开始惊觉 其实我才是主角吧 从头到尾 所有的事都跟客栈有关 大家甩掉清国清晨继续上路 又碰到想再次来挑战的 玄冥教的五号炎王和黑白武昌 但都被男主角打跑 黑白武昌还趁机耍剑 西光重伤的五号炎王的内力杀了他 此时仁妖说张子凡是同文馆的人 很危险可能是敌人 于是男主角把他赶走 但也逼问仁妖是为何帮助自己 仁妖才说他是长兵谷派来的 然后这个江湖故事 真的变成是要在6月3号上市的手游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期待磕磕 他们又来到客栈休息 听到玄冥教放的风声说 师父杨淑子要被杀了 于是他们打算赶回去救师父 哇靠花了二十几才走过来 现在跟我说要回去是怎样 回去的路上又遇到被幻音坊的老大女帝 派出来调查龙权剑的姬如雪 因为想抱男主角的恩 跟他说这是玄冥教的陷阱 但男主角不领情叫他滚 男主角跟师妹一回到师父的居住地 发现这里失火 此时玄冥教的一号到四号炎王 出现在这边打算跟以为是杀五号炎王凶手的男主角对打 要抓走他逼问杨淑子下落 男主角觉得很怪 走了快二十级的路 怎么三级就赶回来了 前面不晓得在走什么 双方打一打 陆林轩做出了他在整个故事中 唯一有贡献的事 就是忽然帮男主角挡了一拳挂掉 男主角也被四个炎王合力干掉 此时张子凡出现秒杀三号炎王 就走陆林轩 姬如雪也带人趁机抓走男主角 但跑到一半人腰跳出来救了男主角 把姬如雪抓回长冰谷 原来长冰谷老大就是从小教男主角武功的铁面人 他还是不良人的老大不良帅 人妖跟杨淑子都是他手下 不良帅叫杨淑子用性命救男主角杨淑子就挂了 而另一边张子凡也就活了 陆林轩还跟他进行了交配 此时不良帅跟男主角说 我当初吃长生不老药已经三百岁了 要害我变超丑 我要协助你抢回李世皇朝 但男主角不想 于是不良帅打算用柴英谷杨树杀了姬如雪 男主角为了救他 只好同意要展现龙子身份抢回天下 然后这个题材真的变成手游了 原汁原味呈现 游戏内容跟剧情是一样的 而龙泉剑因为要李世嫌 卖材有办法启动 不良帅把龙泉剑给了男主角 叫他自己研究 所以其他人是强爽的 叫男主角带着已经任务失败 不敢回家的姬如雪外出历练 结果才刚出发 就被幻音坊的老大女帝 派出来的另一个手下范英天抓走 此时幻音坊的老大女帝 另一个身份是目前割据一方的诸侯齐王 跑来找通文馆的老大说 不良帅现在告诉全世界说 男主角是前朝皇子 不晓得用意是什么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结盟吧 对了通文馆背后服务的对象 也是另一个 割据一方的诸侯进王 他们都没有归顺诸文 接着人邀跑来干掉范英天 救了男主角跟姬如雪 他们在路上看到张子凡跟陆林轩 被通文馆的手下叫九叔跟十叔的人抓走 九叔跟十叔是被通文馆馆主派来 把乱跑的张子凡请回去的 结果中途在客栈休息时 客栈真的好忙 又遇到了清国清澄两姐妹 此时男主角也赶了过来 所有人一起逼退九叔和十叔 男主角听到陆林轩跟张子凡交往了 有点心痛 因为他一直以为陆林轩也是他的后宫之一 此时皇帝朱文派他的手下 学名教的董事长明帝 赶快去抓住男主角 然后一边玩弄明帝的老婆 于是主角一群人再次组好队上路 上哪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一直走路跟住客栈 就会有事发生了 果然走着走着又遇到另一个不良人成员 是超强神偷名叫温韬 温韬表示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黑白 无常让你们报小时候的仇 温韬离开去安排策略后 大家又去客栈休息 遇上了一个武功高强的老头 但还不晓得这个老头是干嘛的 只知道他一定也会出现在 被动画原厂做成手机游戏的内容 总至于后面故事发生什么事 我也还不晓得 因为我也在等每周四的更新 咳咳